鹿谷香农会111年度春茶比赛正式登场 共计有4976件茶样实际参赛 农会也会以最严谨的机制来做审查 将今年度最优质的春茶挑选而出 呈现到消费者面前 111年春茶比赛 5月10、4、15两天来高地 然后平心 为17台式平心 在5月30来开仗 这段时间 我们同样的平心 会用到我们最专业 最专业的台独来去 冰算我们这段的比赛地 今年的电视会 在6月11日 礼拜六 这天欢迎我们 全国有 对我们当地的博弘地 有幸福爱好者 大家都欢迎来我们六国香农会 这次采农选地 而今年鹿谷香农会春茶比赛 为了保障农友权益 赛制也有所变动 只要有农会会员资格 且茶园在众地区符合规范者 都能够报名参赛 今年我们要求农友权的QR Code 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六国香的香农 因为一些地区的经济 外汉顶 像我们一些较新的地区 像范娜山 还是我们农方 营花园的部分 所以那都同样是 我们六国香的农友材责的 所以这次QR Code 我们宽宽就是涉及到 鹿谷香和珠山镇的QR Code 此外针对药检津外茶的防堵 也是更为严格 若发现不合格茶样 该茶样所属茶农 其他产菜茶样也会全速销毁 农会希望借此 和为茶香生育 让在地好茶能做更好的推广 如果是药检 如果没有合格 还是说境外茶 抽到减严 如果没有合格 判定为境外茶的部分 同一张QR Code的 所缴交的茶叶 就全部列入淘汰 而且是全速销毁 同一个QR Code的 交的茶叶全速销毁 因为这个我们在比赛办法 尽情我们提早 我们就有公共 希望我们所有农友 都能好好地进修 这场比赛办法 议长和胜丰 肯定农会办理赛事的用心 也期待透过赛事 让我们在地好茶更为推广 带动茶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的收益 记者如一凯 入股采访报道